可恶 堂堂 暗夜 幽婷 少主 竟然这么好骗 没想到我也 多情总败无情呢 反正这样结果也挺好 再见了 君丽媛 幸亏有你把我带出来 谢了 宰妇娘 君丽媛 疯了 对不起啊 你干什么你 堂哥 我这是看到你太激动了 所以就 凤武 原来是凤武妹妹啊 我自小在外修行 咱们还是小时候见过 凤武妹妹这容貌 是月发水灵了 哎 堂哥 这么多年没见 没想到堂哥 长得是月发的气派了 想必 堂哥已经修炼到中间临时了吧 真是让凤武 崇拜得五体投地 唐妹 你明白就好 等我拿到了凤鸣剑 我可就是名正言顺的凤家继承人了 到时候裴哥回元都想想服 哥 这副名剑 他没知道 好像有点印象 当初来老宅的时候 有位管事说过 在哪儿 这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 让我想想啊 好像是在 在 哥 你别听他的 他一定是在故弄玄虚 在哪儿 原虚 你闭嘴 啊 我想起来了 在凤家的老宅 花坛中 花坛 不过具体是哪个花坛 我也不记得 那人也没说过 多谢唐妹 哥一定会记得你的好 来人哪 去 去 把这老宅里的所有花坛 都给我翻一遍 是 小姐 那个什么凤鸣剑 真的在花坛里 我怎么知道 老宅中 花坛大大小小 得有几十余个 够他们找的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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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 谢谢 谢谢